同事 什么意思 我忘说了 有一个天大的美差啊 日本人想请杜老爷 担任史安战时维持会的会长 请我 这么好的菜式 能轮得上我 还不是看上了 杜老爷在史安的威望啊 我看是日本人 怕在史安坐不稳 给日本人当狗 能是美差 他什么 我父亲 想想 能不能用日本 在上海 喜欢和喜欢 学习了一点 好 好 那 这就能够跟父亲交流 可以想起父亲 但是 时间是长的 然后 我说 我 拒绝了 不是 去吧 明白 三十年何冬 三十年何夕 你刚才跟日本人说什么呢 我跟他们说 你不想当 但是他们让你考虑一下 考虑 我就是死 也不会给日本人当狗 我叫你 你不能打电话 你不要打电话 你别担心 我不敢打电话 你不要打电话 你不要打电话 我就是这种东西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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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马队长 这新军装不合事啊 合事 就是习惯了以前那事军装 突然换成这身 有点不适应 忘小了说 咱们俩是换身衣服 忘大了说 咱俩这人生轨迹 可因此而改变了 是福是祸 咱们兄弟俩 走一步算一步 你这些文奏奏的词啊 听不懂 我就知道 在史安城内 谁最大 我就跟着他 现在鬼子最大 我就跟着他准没错 是这个理 一会儿到了鬼子面前 咱可得低调点 可不能这么嚣张啊 还用你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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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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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慢点 好 辛苦 辛苦 你有点 Advance 有点 你没死 对 有灵 太队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这是我们家 我要出趟门 给我滚 太队 太队 行动行动 我们不出去了 太队 我们不出去了啊 怎么回事 日本人早上走了以后 就把咱家围得水泄不通的 连出去买东西都不行 大小姐怕你着急 不然我告诉你 看样子 日本人是要被你就范 如果你不同意 就把咱们全家的人 困死在这个院里 不应该快点 不应该再试一下 你是什么 在国家里 订阅 和 这 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军 许伯伯 你要出门吗 这屋里闷得慌 我出去走走 家军哪 莫斯林的死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杜先生说得对 你现在不能一门心思 只想报仇 和日本人硬碰硬 那就等于是自焚哪 放心吧 许伯伯 我不会做傻事的 我也想明白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等什么时候 我能够带领千军万马了 我一定带兵杀回来 可现在呢 我一定要冷静下来 去想想 怎么能强大起来 你想明白就好了 对了 可依的娘 给可依和荆伦收拾了一些东西 过几天你碰到他们了 顺便交给他们 好的 休息吧 来来来 多吃点 多吃点啊 这回咱们兄弟俩大难不死 没死掉 还升官发财了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来 单搁的给你倒一杯酒 喝点 你 你干什么你 你疯了 我可是你疯了 你竟然给日本人卖命 我给日本人卖命怎么了 我不给日本人卖命 我能活着吗 你能活着吗 没准就死在给日本人 修炮楼的工地上 别参加的不值好歹 臣翻译 怎么了 滚 没你们什么事 滚 是 好好好 哥 你变了 你虽然以前胆小懦弱 可起码你是个好人哪 再看看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个混蛋 你就是日本人的狗 骂得好 我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怎么了 我当狗当得书滩 我有权力 我有地位 刚才那两个混蛋你看见了吧 现在我就是掏枪把他们两个打死 他们两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是什么 这就是权力 爹爹啊 人生再日不过几十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找到自己的活法 我现在想明白了 之前你们说我说的都对 爹娘死之前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我这二十多年我白活了 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 好在老天给了我一条新路 一条明路 我就要这么活着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爹娘死之前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到时候你就听哥的话 吃完了哥带你泡个澡 回头再选身新衣服 赶快吃 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这贴的什么呀 不知道吧 写的什么呀 我来给大家念念啊 只要能遵守皇军战时安全条例 皇军不会为难任何一个人 望父老乡亲奔走相告 同时凡是检举城内 中国军人下落的 皇军一律有赏 老板 来玩米线 好嘞 这现成的 慢用 慢用 老板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出来做生意了 没办法 就算日本人来了 这家里还得挣钱吃饭不是 老板 我找你打听个事呗 哦 你看一看 最近这个人有没有在这附近出现过 没有 除了日本人进城那两天 我天天在这摆摊 没印象啊 她是你什么人呢 她是我媳妇 日本人来的时候 我们走散了 这么漂亮一小媳妇 天天飘在外边 可不安全 你得赶紧找人去啊 谢谢老板 好 慢用啊 我马上就到 就在那边 走吧 走 走 侯礼啊 最近有没有进新货呀 这段时间啊 我们进的都是最好的料子 行 把那个最贵最好的 拿来给我看看 好嘞 您稍坐 你看 这套西装啊 是最好的料子 是法国进口的 不错 怎么样 喜欢吗 问你话呢 穿上看看 不穿 你怎么这么倔呢 瞅你身上那件衣服 脏兮兮的 身上都有味了 听哥的话 公子 您试一下 试衣尖在那边 您稍等一下 我去看看 公子 在这边 别动 敢出事 我就打死你 把脸转过来 我去看看 家军 果真是你啊 这有脸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看来你跟你哥一样 你们都是叛律 我现在恨不得一枪 把你给崩了 又脸 没事吧 又脸 又脸 怎么回事啊 又脸 又脸 怎么换个衣服这么慢 再不说话我进去了啊 哥 我马上就换好了 再等我一会儿 快点啊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罕奸吗 张医生 你和那些警察交涉得怎么样了 那帮警察说 日本人要封锁这里 说什么怕咱们这儿 混进反日军人 不能放走一个人 那食品和药品呢 我们现在食品和药品都紧缺 这些伤员的伤口 只能靠盐水来消毒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食品和药品的事 他们根本不管 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或者去找日本人 跟他们交涉 我想得想个办法 再去跟他们交涉一下 药品 你怎么换点衣服这么长时间呢 我一会儿还要跟浅川太军开会呢 我一会儿还要跟浅川太军开会呢 如果不信我的话 那就一枪崩了我 孟林虽无能 未能奔赴战场保驾卫国 然 绝不做贪生怕死卖国求荣之事 逼人死后 一切家产 先就由长女杜绍云照看 在全子杜绍梅 能担起家族铸铸之时 由全子杜绍梅继承 孟林不孝 但某些人能懂孟林心中苦闷 杜孟林亲恕 谁呀 老爷 是我 有急事 我这儿有事 一会儿再来吧 老爷 为咱家院的日本人 不知道为什么全都撤了 那儿 这儿 总而言之 各位能够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 精诚合作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时间 会证明各位的选择 是正确的 不认证 坚决服从浅川太军的指挥 坚决效忠大日本帝国 沈局长对帝国果然很忠心 从我们皇军金城那一点 你是第一个带头过来投诚的人 再说 莫小川是你的妹夫 就从这点理应嘉奖 她是她 我是我 她顽固不化 我乃使食物者为俊杰 能够为大日本帝国服务 这是我的荣幸 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不知道浅川太军能不能够答应 你有什么请求 尽管说出来 我会借我最大的努力 满足你 那个时候 我被鬼子抓去当劳工了 可我根本就不知道 太监投靠了日本人 我要是知道的话 就算去当劳工 我也不会跟他回去的 你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 我相信你 幽灵 今天下午我心里着急 所以对你动了枪 你不要在意啊 现在少为他们已经突围出去了 那咱们今天 也昏出城去找队伍 我再也不想在这待了 不行 我还不能走呢 为什么 是这样 我有一朋友 开了一个满春楼 黄军进城的时候呢 就把他给封了 现在他托我 想跟太军求个情 让他重新开张 满春楼 酒馆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开酒馆 我认为老百姓需要这种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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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河 是 阿世河 其实这里是疑楼 隐自治安管理的规则 是 疑楼 是 疑楼 疑楼 不是 你跟太军说什么 你回答太军的问题 太军问你是不是寄院 不是 她是一个酒奴 不过 她客人有时候会带姑娘去的 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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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沈局长 对对对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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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庄太军 这次你就饶了他吧 饶了他吧 继续开会 为了欢迎各位 忠诚地加入我们皇军 我决定 吴天以后 在这里举办一个亲公酒会 我希望各位 准时参加 阿世河哥哥 有喜 下面 我为大家介绍一位新的通僚 同时 也是我们史安城 维持会的会长 有请对我回长 有请对我回长 可依还没有找到呢 他应该还在城里 我必须留下来 把他找到 那我陪你一起 不用了 刘烈 我需要你 留在你哥身边 为什么 你哥现在 虽然跟日本人干活 但是对我们来说 未必是件坏事 难道 你先让我从我哥那里 没错 你可以从你哥那儿 帮我们弄到 我们所需要的日本人的情报 我想你哥应该不会怀疑你 走 走 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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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番医 这不叫 显得多生分啊 我们也是老同学 你还是叫我优生吧 不对了 你为什么决定 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啊 日本人叫我们组建维持会 度假总得有人出面 给日本人一点面子嘛 再说了 做这个维持会的会长 对我们度假的生意有所帮助 对对对 对 好事 好事啊 那以后我们也算是同僚了 可能会经常见面 要不 今天晚上我做冬 我请你吃饭 改日吧 我还要回去准备 足建维持会的资料 谢谢啊 沈局长 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是今天 这个浅川太君啊 可能是脾气大了点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像以后有这种小事呢 你都不用跟他提 你跟兄弟我说呀 兄弟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你算哪根葱呢 别以为日本人扔根骨头 你就成啸天犬吧 沈局长留步 俗话说 身手不打笑脸人哪 陈友尚 别以为你会放几个东洋屁 你就在我面前显呗 搁着过去 你有这个机会 跟我站这么近吗 沈局长 我是不是得提醒您一下 现在不是您妹夫坐庄了 本管是谁坐庄 都轮不到你 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打我小时候 你就跟我说 你是你们团的神枪手 我还琢磨呢 我这进门到现在 你也没开枪 怎么了 是老了 还是下不去手啊 说 为什么要当汉奸 为了救院子上上下下几十口人 为了重振杜家的家业 就为这个 你就请允许当汉奸 不值得吗 怎么了 我以为 这就是你人生当中的 头等大事呢 头等大事 我们杜家 祖祖辈辈的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滚 你这个逆死 你给我滚 老头子 你现在别忘了 这个家是我做主 要走 也不该是我走 你说什么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杜茂林 你别忘了 你儿子现在在外面生死不明 你要是杀了我 就不怕杜家断子绝孙 还有我得提醒你 你现在要杀的可是史安城维执会的会长 今天我要是死在这儿 明天日本人就得上门抄了这个价 到时候 你杜家祖祖辈辈的家产 就真的不饱了 就真的不饱了 好 好 我今天把话给你说明了 我杜茂林这一辈子就是断子绝孙 也没有你这个做汉奸的女儿 从今天起 断结妇女关系 只要你在家里待一天 我一步 也不会踏进这个门 哼 哼 朝河君 我都在前面生死了 不错 我只会来这里 他们都必须 你必须要继续这种方法 有些人物的准备方法 如果有些东西 你必须要继续 你必须要继续这些人 你必须要继续这些人 还有一个 杜梦连和杜梦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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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梦连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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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梦连 这种事情 今后我告诉你 我还没想起来 神灵要员 阳府难尼 是 少尉 你怎么在这儿 家军 家军哥 家军哥 怎么了 大苍 你们都来了 家军哥 我就知道你手自命的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家军 是你们哪 都跑回来了 多危险哪 这 可一和金轮哪 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你没告诉他们 什么 他们是不是出事了 说呀 丢了 可一他怎么会丢呢 家军 你跟可一可是定过亲事的 你是怎么照顾他的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你为什么就不告诉我呢 对不起 许伯伯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照顾好可一 但你放心 我相信 可一现在还在食安城内 无论如何 我也会想办法把可一找回来 他在成立 那为什么不回家呀 一定是出事啊 许伯伯 你现在别太着急 可一毕竟是武军训 他会保护自己的 我们撤出来的时候 乐于说 可一跟洪十四会的人在一起 我们去找他们 他们先许知道他的下楼 洪十四会 我倒是认识几个医生 他们在学校见了难民营 明天一早 咱们一起找他们 可一的事情 你们谁都不能告诉我太太 探娘的 害老子花了多少冤枉钱 大哥 你早就应该听陈佑生的 拖他打点点 何必花这么多冤枉钱 你探娘的说什么呢 不是 大哥 我 我没说啥 我是说呀 现在最要紧的 不是妓院的事 而是日本人交代的 找女人的事 他娘的日本人一张口 就跟我要五十个年轻的姑娘 我上哪儿掌钱 满地抓去 要不咱们把满春楼的姑娘送过去 你疯了 把他们送过去 我们怎么挣钱 大哥 你先别着急 大哥 大哥 我有法子了 你马上去办 放心吧 大哥 你们这事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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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怀疑你们这儿常有反日分子 对啊 我们要搜查 凭什么搜这里啊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这个 够不够 大人哪 给我搜 搜 搜 你们找个人 你们干什么呀 这是纳米营 不是你们仨爷的地方 都给我助手 许可依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你认识我吧 我 邓有为 你不是墨家军为过门的媳妇吗 他舅舅沈亮 是我们局长我大哥 你没有咽象了 不是 你在这儿干啥呀 走走走走 快快快走 放开我 跟你说清楚 第一 我不是墨家军的媳妇 第二 我没有汉奸亲戚 有 这脾气还挺倦 给脸不要脸是吧 放开不要脸 放开 把女的全部带走 等等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别走啊 怎么有警察呢 日本人刚来那会儿 这沈亮就带着一批警察 投降了日本人 他们现在 应该是替日本人 站岗放哨 你看我干嘛呀 又不是我让他当罕奸的 可是他不是你舅舅吗 狗屁 又不是我亲的 我从小就看他不顺眼 他当罕奸呀 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最好别让我碰着他 二一 再卡车上 一点没动啊 那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说了半天 你不就想让我当叛徒吗 让我出卖我的那些同学和战友吗 别做梦了 哎呀 你们这些毛孩子 不好好念书 想去当兵抗日 这不笑话吗 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难道就真的不怕死吗 我穿了这身军装 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我还得谢谢你能够成全我 让我能够杀身成人 名流青史 哎哟 杀身成人 这这这这太便宜你了 对了 我打算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儿 他们正在成立一个备安所 你可以陪大日本帝国的皇军睡觉 不过这活倒是挺辛苦的 沈亮 你无耻 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来人 局长 把他给我带出去 沈亮 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你这么做就是中国人的败类 日本人的走狗 你无耻 你就是个叛徒 走 汉奸 走 放开我 大哥 你真要把这小娘们 送给日本人糟蹋呀 长得这么漂亮 有点可惜了 我那是吓唬他 像他们这种毛孩子 关他几天 他就害怕了 到时候你说什么 他都得听 是不是 是是是 对了 你亲自去啊 在那些娘们当中 找几根好看的 带走 送哪去啊 满春楼啊 哎呀 咱们进医院啊 重新开张 不能丢人 这乱师赚钱 才是正道理啊 高 嗯 还是大哥 才思敏捷 深谋远虑啊 这个事 可把嘴 把眼了 是 不能让别人知道 咱们得迅速行动 抓着几个学生兵 一来呢 可以到日本人面前去邀功 二来 咱们也占了些便宜 明白吗 明白 嗯 那我先下去了 要不是你的汉奸救救 可一会被抓吗 少尉 你冷静一下 家军 你别不说话呀 你要是有什么主意 你跟我们说一下呀 冤有头 债有主 既然是我那个混蛋舅舅 抓了可一 那咱们就去找他咯 找他 你真要去求他呀 我墨家军这辈子 都不会去求他 不过 把他绑了 我倒是挺有兴趣的 绑了 你怎么绑 警察局和他们家 肯定都是守卫 就算他出门 也得带上一个卫队 你有这机会吗 这你就不了解了 我这个王八蛋舅舅呀 有一个秉性 好色 他可以一天不吃饭 一天不喝水 但是绝不可能 一天没有女人 你们几个找地方躲一下 我去看看 走 走 来了 来了 谁要这么晚了 杜先生 这 这怎么了这是 老爷喝醉了 快快快 进来进来进来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少为 少为 给我小心点 我叫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把什么简单 都不想干掉 你不可以 你不想干掉 你不想干掉 你吗 你不想干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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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